大家好 今天来到我大伯家 我大伯种了很多柿子树 今年是大丰收 结了特别多的果实 但是我大伯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去他的果园里面看一下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大伯的果园 这里种了100多棵柿子树 结了特别多果实 每一棵树 基本上都有 差不多200斤的柿子 这个柿子看到没有 红通通的 晶莹剔透 让人看了就非常的想吃 再拿一个小一点的尝一下 非常甜啊 甜而不腻 有一股 很浓的果香味啊 特别的清爽 因为这个柿子啊 它一个是自然成熟 再一个呢 是因为这里的土壤土质啊 这个大山深处 环境特别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柿子它没有使用农药化肥啊 最多就是吃一点那个农家的有机肥 所以这个味道啊 确实跟超市里面买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上面这些啊 全部都已经熟透了 像我身后这棵柿子树啊 结满了果实啊 这种柿子树 这里有一百多棵 一棵树啊 全部摘下来有个两百斤左右 现在街上面卖三块钱一斤 非常的便宜啊 三块钱一斤 一棵树就可以摘下来 就有六百块钱 然后一百多棵树呢 本来是可以收个六七万块钱的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啊 这也是非常大的一笔收入啊 就算这个辛苦也算没有白费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啊 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 大家看 这个地上啊 掉的满地都是 任何一个人看了之后 都会觉得非常的心痛啊 所以说更别提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了 所以我就说 大伯他根本就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呢 这些柿子啊 本来是 在镇上面卖掉一些 然后呢 现成的人啊 过来批发出去卖 就可以把这些柿子全部卖完的 但是呢 这几年啊 全部人都跑到外面去打工了 镇上啊 县城啊都很少人 所以说 你现在去县城卖这个柿子啊 一天也卖不了多少斤 于是就出现现在这个情况啊 柿子成熟了 就掉到地上 全部烂掉了 从大伯的果园里面出来啊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 像这一种 纯天然无公害的农家产品 就这样 掉到地上面烂掉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 视频圈的网友 你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保存这些柿子啊 可以把这些柿子卖出去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我是老黄 我们下期再见